媽媽最喜歡是什麼你知道嗎 東想西想 她們孩子會不會怎麼樣啊 我用那個吃這個啊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注意 其實看到這個 我有點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們家是嬰兒 我覺得保護小孩最好的方式 我就是每天都把衣服 全部都拿去洗 但殊不知月洗每天都會洗 對啊 在這種環境下 都是這種 像補鏽缸的鍋子 它的編號就有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的304啊 316 是不是四開等的 我第一次聽到 我哪來什麼常聽到 我洗316下單式 媽媽... 媽媽都會釋放毒素 那個數字不一樣 它釋放毒素的可能性越小 我覺得現在的媽媽好辛苦 因為很多媽媽 媽媽是要一邊上班 然後一邊做家務 然後一邊帶小孩 對 這會造成 夫妻之間或家庭之間的 有一些問題 對 因為畢竟 媽媽很辛苦 活氣就會比較大 追的就是老公 這是真的 所以不管在電視機前面 你是老公 或是你是老婆也好 或者你是老爺爺 都可以 因為老奶奶會 神奇 到老孩在那邊叼老爺爺 今天這一集很值得你們看 妳必須拿筆記了 這一集 我覺得是媽媽必須要具備的救星 來啦 對 虛佳媽媽的救星 尤其是天兵媽媽 更需要這些 三位天兵媽媽的代表 大家好 視而不見就是我最好的處理方式 我不是懶 我只是不想花時間而已 我其實很努力耶 為什麼總是還是有災難發生 三位天兵媽媽來報導 到底他們有什麼家事的困擾呢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說什麼 天兵媽媽 我們是天菜媽媽OK 對 妳在菜 妳在腦袋 確實顏值看起來不像媽媽 對啊 任何一個人這樣一眼看過去 你不會覺得她是媽媽 對 因為這個都是 應該在走在街上都會被搭訕 好的確是 可是你們對於 家務方面 家務會很困擾嗎 有什麼方面的困擾 每一件事都很困擾 其實洗衣服對我來說 其實我個人很愛洗衣服 我可以一天洗兩次衣服 三次衣服 是因為我很在意衣服要有香香的味道 我可以不用香水 但是走出去 好像衣服上那個清香 就要讓別人覺得 妳是一個女婿的那種女生 可是我發現我們家的洗衣機 有的時候小朋友他常常放學回來 他會有零食放在口袋裡 他會有衛生紙放在口袋裡 然後找的零錢放在口袋裡 可是他衣服脫了 他也不整理就丟進洗衣機 我就直接就放水去洗 就混在一起 然後結果每次衣服洗出來 你想說衣服洗乾淨對不對 結果洗出來拎出來 衣服上全部都是衛生紙穴 穴穴 然後這一次就好了 我下一次想說 檢查他口袋沒有衛生紙嗎 那就去洗 結果洗出來還是有衛生紙穴穴 就是上次脫水完的 但好像會留在旁邊 妳會憤怒嗎 看到這些 會憤怒 會把我好好的衣服上黏的都是 而且重點就是 我最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喜歡香 可是衣服洗完之後 為什麼都還會臭味 就是剛洗完會有洗衣巾的香味 可是曬一曬就會有臭味 那味道是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 而且為了這件事情 像特別是棉質的衣服 越容易有那樣的味道 為了這件事 我已經丟掉了很多棉質的睡衣 什麼 因為洗出來怎麼弄都再也弄不乾淨 對 有時候洗著洗著 會有一種沒曬乾的味道 臭味 臭噗鼻 而且那件衣服可能就毀了 我就再放更多的洗衣巾 可是它還是沒有辦法 對 有一些味道是你沒辦法 你洗再多被那件衣服 和T恤就已經毀掉了 就覺得那件衣服被詛咒了 而且你知道我那個錯味 都是通常是在哪裡嗎 在我的內衣褲 我覺得怎麼可以在內衣褲 在我什麼時候 內衣褲 對 這樣不是很尷尬嗎 不會有 但是內衣褲晾完之後 還是會有那種錯錯的味道 你怎麼會把內衣褲 跟別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呢 晾 晾的時候 就是會有那種味道 很奇怪 洗完它沒有 晾完就有 好不容易回家 好不容易回家你一脫掉 你皮膚上面都是那個臭的味道 對 這個很嚴重 他剛剛講的這個 我們有辦法解決 聽說今天有一個達人級的 應該就是要在你的洗衣機上面 要找到原因 所以是我洗衣機出了問題 不是我的衣服出了問題 有可能也是心態的問題 不願意面對的心態的問題 或者真的就是阿健老師的問題 對 原本的問題 我們有一段VCR 直接到你家 對 看看你的洗衣機 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對 為了解決楊允儀的困擾 咱們派出達人道府服務 到底他們家的洗衣機狀況如何呢 他們家洗衣機算乾淨嗎 還沒拆的 他是這樣看不出來 現在拍不出來... 現在拍得出來 它洋化的樣子 所以這還不知道 裡面有多髒對不對 這個盤子拿起來就知道 這個盤子拿出來就知道 對 所以要拆 看起來是乾淨的 你們看到永遠都乾淨 所以每天都在洗啊 看起來很乾淨吧 對 所以你看 洗衣機就真的加太多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灶道 就是所謂的洗衣機的殘留物 就是所謂的海苔 對 好可怕喔 這每天洗衣機一定會發生 因為這樣洗衣機就可以了 Oh my God 好可怕喔 所以我每天穿的衣服 都是泡在那個裡面嗎 都是跟這些東西 交送起來一起 我來看一下 我記得梅菌和這些髒的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照構 對 梅菌基本上 它不太會生長在這個 有泡水的地方 等一下拆起來 或許裡面會更精彩 對對對 這什麼部位 這就是洗衣機 直立是洗衣機的那個轉盤 轉盤 它是這樣子 它表面很乾淨 它這一張還沒出來 其實這張還沒有弄來 好啦 準備開場囉 好 起來喔 金銷售 我要把我的衣服都丟掉 好餓喔 師傅 你好... 你真的把它拆來了 對 我拆來了 剛剛遠遠看我想說 哪一戶人家燒完精子 那個桶子 對 還在燒焦的感覺 對 外面很像 對 外面很像 請問一下你這樣子目測 大概這個是已經使用幾年了 其實跟使用年間應該沒有關係 大部分都是跟用洗衣機的習慣 習慣 什麼樣的習慣會造就成 這麼可觀的洗衣草 現在人就是都很 記憶或這種洗衣機 幫你把衣服洗乾淨 然後很仰賴洗劑 所以說洗衣精 洗衣精 洗衣粉 或者是造濕 會想說多倒一點 才洗得乾淨 我也是會到很多的那種人 其實不然 其實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因為那些東西 殘留之後發霉造成的 而且它一天洗兩次的話 洗兩次 更過分 使用率更平凡 而且重點是我很愛 我也有問老師說 如果我用洗衣粉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想說洗衣精 它可能看起來狗狗的 會黏在那個旁邊 我用洗衣粉會不會 看起來它比較古早 香起來 它是不是會排得比較乾淨 結果老師說沒有 不行 洗衣粉其實更恐怖的是 因為它是顆粒狀的 你要等它溶解 但是通常這洗衣機 等不到它溶解 就在那邊一直洗 泡泡就一直出來了 這情況之下 它就容易會複絕 所以洗衣精還好一些些 洗衣精好一些 這真的是他們家拆過來的 對 它拆起來開過來的 然後我們很難想像說 每天給小朋友 和自己要穿的衣服 是從這種口氣吸出來 所以越愛乾淨的人 他的洗衣桶會越髒對不對 有可能 香蕉之下是有可能的 所以古人說聰明反被聰明物 天啊 就是這種道理 所以今天你要洗的話 步驟會是什麼 其實我們拆卸出來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只用清水跟刷子 然後不用任何藥劑 不用藥劑是因為它會傷害那個 不是 我們擔心是殘留 其實藥劑的殘留 你再下去洗 那又是另外一個殘留 在你身上散汗 對... 滿有良心的 對啊 滿有愛心喔 天啊 感覺要上好久 對啊 好辛苦喔 說實在一般人真的 不會住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 你兒子身上的海苔蟹穴 對 這些就是海苔蟹穴 好噁心喔 就算我們知道 現在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在家不可能 拿出來自己洗 對... 洗衣服的壞毛病 臀筋蠟夠好泰哥 這是底部嗎 對 這是一種海底生物 對 生物 對 這是珊瑚蕭之類的 比較生長的 OK 這只是洗衣精喔 那再來這個 就是所謂的柔軟筋造成的 柔軟筋 很多人喜歡衣服香香的 我也喜歡啊 我們家是喜歡 我喜歡香的 還近一點 你看 老婆妳不要純著僥倖的心態 妳家也是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你兒子身上海苔蟹穴 對 這些就是海苔蟹穴 好噁心喔 就算我們知道 現在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在家不可能 拿出來自己洗 對... 猜的時候很大聲 每一種畸形你都會嗎 基本上都會 稍微好美景喔 好亮喔 因為水亮的關係 所以說 一種療癒感 對 超亮晶晶的耶 我想可以洗喔 療不療癒 療癒 乾晶晶 這跟擠粉刺的那種影片 對... 也許同工之妙 而且這個會讓媽媽很安心 對 媽媽最喜歡是什麼 妳知道嗎 東想西想 孩子會不會怎麼樣 我要特別吃這個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注意過 其實看到這個我有點不太能接收 因為我們家是嬰兒 我覺得保護小孩最好的方式 我就是每天都把衣服 全部都拿去洗 我每天洗 但說不知月洗 每天會有人洗 對啊 對 最重要都是這種 來 大智商清洗一下 給你們看 謝謝洗完 好聽喔 好聽喔 電話... 現在我們在FB上面 就直接把他的專線打上去 我們先留假的 然後... 你們先留著又 我怕他們一看完這一段 就不看後面了 好... 節目到最後我們會把它公布 好不好 OK... 重點是你這樣子接所有的單 其實每一家都碰到這個問題 對 其實這叫做 正常型態下使用洗衣機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不是... 對... 你有看到更嚴重的嗎 我有帶一些案例來 來... 剛剛我看到這照片 那種不敢相信 這就是洗衣機啊 這就是洗衣機啊 這就是洗衣機 三完精子就變這樣啊 這個已經是最糟的狀況了 這還不是耶 還不是 這個就是說 一般我們使用洗衣精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這個樣子 洗衣精 洗衣精 對 洗衣精喔 我講是洗衣精 液態的 這是底部嗎 對 這是底部 這是一種海底生物 還是什麼 對... 因為這是珊瑚礁之類的 比較生長的 OK 這只是洗衣精 那再來這個 這是... 這造詩 造詩 有些年紀比較大會喜歡用造詩 肥造詩 對 肥造詩 它幾塊耶 對 它這就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其實這個已經是 長黴菌絲出來 那再來這個更恐怖了 內部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 柔軟精造成的 柔軟精 很多人喜歡衣服香香的 我們家最喜歡 我喜歡香的 老婆妳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妳家也是這個狀況 不要面 不敢面對 對...就是柔軟精 柔軟精 對... 柔軟精大家都會用 我會用 香香的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師傅不建議我們使用柔軟精 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它的殘留度非常高 而且它柔軟精在衣服上 其實也是一種 某種程度的殘留 化學物質殘留 對 那我想問洗衣球呢 最近好像還滿流行 那種洗衣球 其實用什麼都沒關係 重點是水量一定要足夠 你當水量不夠充足的時候 那個泡泡的量一直產生 它的洗層就是這麼幾個而已 洗完之後 你的泡泡還殘留在上面 其實才是最恐怖的 可是你知道泡泡多療癒 我們都覺得沒有泡泡 衣服都洗不乾淨 對 每天要等到洗衣機裡面的泡泡 滿滿滿滿出來 你才會覺得 我這一桶衣服會洗乾淨 你是視覺性的這種動物 是 對嗎 看到那種泡泡 超級安心 那你剛剛講的水量要怎麼樣去控制 其實 好 我們一般的洗衣機 它都可以選擇水量 那我們家其實水量 我剛剛說是一個重點 有人會用那個洗衣球錠下去 你是用偵測的水量 其實那個球錠 我們大部分都要用 八分滿的水位以上 這麼多 對 其實因為這樣的東西 都是濃縮或超濃縮的 對 所以其實你如果用不夠多的水量的時候 它洗出來泡泡還是很多 因為有時候我們一個人住 衣服很少 我們會選那個低水位 但是洗衣精又加加水太多了 洗衣精 柔軟精 就這樣一直盡量加... 對 因為它這個裡面 各位看一下 裡面滿乾淨的 裡面是 對 因為衣服在裡面 一直掃一直轉 所以裡面還是 這個滿恐怖的 這個你要怎麼清 一樣是用清水 刷得滿滿爽的 對 師傅你好偉大喔 掌聲在哪裡 所以媽媽是不是需要嗎 不要 這是最恐怖的 那通常洗衣精買來多久 用了多久 就要開始請你們去家裡清洗 正常來講 我們大概使用 至少兩年一定要洗一次 最少兩年要洗一次 那如果像 使用頻率比較頻繁的話 一年就要洗一次了 對 好 我們節目到最後會公布它 聯絡方式 謝謝 稍安護照 謝謝 新號達人布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整理師Blair Blair 是 布蕾 好可愛喔 她看不出來是一個收納達人 對啊 年紀很輕 像小秘書 讓我們看一下 妳曾經整理過的一些個案 前後 沒有問題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整理東西 就是把東西收好 然後裝在櫃子裡面 眼不見為近就好了 可是有可能就會像我這個案例一樣 她這個女生 她炸出來了 對 她炸出來了 她的空間就是 她可能想說 朋友來先收一收 就把它收到箱子裡面 收到袋子裡面 然後堆在旁邊 然後買了很多的收納箱 結果久而久之就這樣堆出來 結果她要找東西也找不到 然後要拿也拿不出來 只好再買一個 那就會變成這樣子了 結果我花了大約10個小時 幫她把東西一一的分類 10個小時 差不多 因為她東西真的非常多 還要篩選淘汰分類等等的 然後最後再買合適的箱子 推薦她合適的收納品 然後把東西分門別再放進去 這樣她之後才會知道說 我要找什麼東西 要去哪一層抽屜去找這樣子 妳怎麼會想要做這份工作 這是我從小的興趣 真的嗎 只要妳的人也太幸福了吧 真的 妳現在是單身嗎 沒有 是 有交往的對象嗎 有對象 文交... 文交嗎 文交 真的很吃香 從小的願望 對 因為可能就有一點點 輕微強迫症 然後很喜歡東西排好收好的樣子 因為這個收納 其實好像從日本那邊 開始流行過 對 因為日本人很會 家庭主婦很會收納 家政婦 對 我記得日本好像有一個很有名的 收納的專家 他叫做鏡騰馬力會 鏡騰馬力會 對 是妳們收納界的 Michael Jordan這種感覺 對... 看死的百大人物 對 然後他甚至在美國的開公司 有自己的使勁手 我們很好奇就是收入 對 因為這個相對是一個案子 可能妳剛剛講到10個小時 10個小時 妳都要耗在那裡 方便妳透露 我自己目前是一個小時600塊 太低了啦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很棒 不一定付 我很需要 還好我們是人妻 所以要是人附做愛這6000都付 對啊 妳把男性開起來 我覺得我需要 因為我就是 收納非常有障礙的一個人 就除了是化妝品之外 現在就多了就是 小孩的玩具區很混亂 然後再 還好啦 其實這有稍微整理過 不然其實 妳是拍最乾淨的角落吧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懶得 應該是我不知道該怎麼 把鍋子收起來 所以我乾脆就把它 拿一個很大的水桶 全部丟進去 妳是有擺攤嗎 小吃攤之類的 小吃攤就是這樣擺 就把它全部擺進去 然後很凌亂 我們今天 整理師 到了妳家去做整理對不對 對 這應該是一個滿浩大的工程 我們來看一下VCR 請進 我家有點凌亂 好 妳看他會不會昏倒 不會 我大風大風都見過了 好 這是我們家的球池 小朋友的球池 然後這是我兒子 看他的頭髮也知道 這是我們家的球 因為頭髮也非常的凌亂 陳子玄家的狀況 只能用慘烈來形容 入口處的球池 緊連著老風的工作區 亂糟糟的客廳 據說這還是最乾淨的地方 而廚房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所以大家看到的 這就是我們家的廚房 然後最恐怖的應該就是那一桶 因為那一桶是煮飯的器具 但是它種在垃圾桶裡面 然後還有旁邊這邊 鍋子都一個一個都亂塞在裡面 然後這邊地方非常的擁擠 一切都是我老公的錯 錯啊 拜託不留 我要拯救一下 沒有問題 交給我 好 如果一般就是空間 比較大的環境的話 都會建議就是購買趁價 然後把東西這樣子放著 那因為你的空間比較小 所以你才需要就是 大個裝小的 那有辦法 那有最常用的嗎 最常用的 對 最常用的幾個 這個應該很常用 然後還有小的 都還蠻常用的 都還蠻常用的 那如果是一般家庭的話 你們家有空間 就會像建議這樣 就是脖子蓋這樣子疊 這樣子你要拿的時候 你才不用再一個一個 像俄羅斯娃娃一樣 把它抽出來 會更順手一點 對 那我想要先處理一下 其他的地方這樣子 其他的地方 對 像這個地方 待會假設整理完 有空間以後 說不定我們的脖子 就可以過去了 好 那空間會來得很大的主因 就是你東西進來了 可是你卻不知道 所以你只好先放著 但放著放著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所以所謂的收納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 是幫每個東西找它的家 對 所以它會是一個全面的 不會說 鍋子很亂 所以我今天就只收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其他地方 也要一起動到 那在這個時候 有個很重要的動作 叫 就是我們會把 像這個是用具 或是這個是清潔機 對 我們就會另外放 好 那就先亂塞好了 眼不見為鏡 先亂塞 一回它就走它的家了 好 還要塞袋子 不會在這邊 有點尷尬 再亂塞 然後我就會撈出一些 有沒有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東西 不行 我們看到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東西 我們就先把它放一邊 你不用想說 這要放哪裡怎麼辦 然後就開始慌 等一下 後來我已經忘了 我們家有這一塊了 不行了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可以丟掉了吧 那是中藥材 而且我記得這是半年 以前買的中藥材 對 因為放著放著就忘了 所以到時候 就是應該要丟掉這樣 對 其實收納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到斷捨離的動作 不要讓雜物堆積 釋放更多空間 這個區域 可能比較大的順手 那我們就放最常拿去的東西 比如說剛剛有說 這個紫色的鍋子 是最常用的 其實我們把它放在 比較好拿的地方 像這個鍋子 我們剛剛已經有把它 一大的 裝小的 然後把它層層堆疊 也這樣裝起來之後 蓋上蓋子 就把它放進去 對 然後比較常用的 也放外面一點點 對 你看 在這個空間裡面 它是這樣子 不可以直接拿起來 會比你把它 裝在垃圾桶裡面 垃圾桶很空喔 對 這樣其實這樣就空了 其實會比你 原本這樣還要好拿 對 而且當它很好拿 很好收的時候 你家其實就很難亂了 所以假設這個用不這樣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移走 你家這裡就多出很多空間了 真的耶 好棒喔 很厲害 我們這垃圾桶 可以丟掉了 妳看看 整理之後的環境 洗碗機 終於能夠正常使用了 角落的藍色垃圾桶 也一併清空 收納任務大成功 來 好的 這個是我之前 去整理衣櫥的案例 那一般我們衣櫥 可能就掛...掛滿了 然後只好開始塞 旁邊的縫縫 縫隙 然後或者是有這些抽屜的東西 可是你也不會用 那久而久之就變成這樣了 那我自己 待會兒會介紹的是一個 叫做直立式折法的折衣服方法 它的效果就像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常常都會想說 衣服沒有這樣放 或是一抽就亂了 很苦惱 對 可是用直立式的手法 那呈現出來就會這樣子 而且多了這麼多空間 對 而且多了非常多空間 而且一定找得到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這個直立式的折法 小女孩可以 我要認真學一下才可以 好 那衣服大小一樣的話 我們每個人的尺寸就是 以我們領口的範圍 所以我就會先抓著這樣子的領口 然後這樣子 對著 再對著 這麼簡單 就好了 對 很簡單 而且它這樣子 每一件衣服 它可以自己站起來 真的嗎 對 它可以自己站起來 所以你不用怕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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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好奇 而且我剛剛有提到的是 它每一件衣服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不用怕說 什麼衣服有長有短 什麼的 對 一樣 對著再對著 每件大小會一樣 那我現在來拆解一下 剛剛的動作 因為做得很快 好 我們的那個 都是先把它變成一塊長方形 所以我們就以領口的位子 這樣子對下來 然後把手指收進來 之後對著 再對著 很熟練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它自己就站起來 而且每一件大小都會一樣 假設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是你今天要外出旅行 要打包 你怕衣服很容易亂掉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是 口袋式的折法 那方法一樣 我們一樣先把它 變成一塊長方形 一尾的地方先折上來 製造一個口 差不多 大概都倒袖子一下這邊 然後製造一個口袋給它 後面這裡把它收進來 怪招 好厲害喔 天啊 好可愛喔 好療癒喔 它一樣可以站起來 對 而且再好就是 你不用怕軟 好軟耶 不用怕軟 你幹嘛故作輕鬆 演示剛剛沒站起來 可以 它站在那邊 可以站 可以站 而且你也不用怕你衣服疊好 小朋友突然撞一下 然後整個倒掉這個困境 那指定式折法的好處 就會是每一件都可以這樣子 一目了然 24歲的小女孩 對啊 療癒 等一下 幫我簽個名 偶像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這個男孩不得了 聽說他學這門技術 是去美國 南卡 學到的 因為這個沒處理好的話 延伸出來的話 你會花可能不只一個零 的一個損失 他做的這個技術就是 玻璃修理達人 你是專門修汽車的打包玻璃 對 一般來說 高速公路 可能前面輪胎的時候 捲起來的石頭 打到後面的車 就是你的車 打到 有時候不會裂 有時候打到裂了一點點 你不理他 他可能慢慢的就一起在裂 對 常會弄小縫 對啊 你不管他 因為我住 我住桃園 然後我老公都會開車 我們就桃園 台北這樣兩邊跑 然後就開高速公路 開一開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次 就有一個小石頭 就這樣子彈過來 我們的擋風玻璃 我就嚇到 我想說 而且是剛好彈在我的位置 想說 彈到老公就算了 彈到老公就算了 彈到我的位置 我就跟我老公說 趕快找最近的交流道 趕快開下去 去修車廠改來維修一下 因為我很怕它越裂越大 然後會其實那個玻璃會破掉 這樣其實我們反而會更危險 但我們就去修一修 就修完之後發現要一兩萬 我想說 這個小洞要一兩萬也太貴了吧 說實在 一般車主都不知道可以修吧 一般不知道 因為一般你到原廠或修車廠 他們當然是希望你換掉 對 利潤才好 因為 對啊 可以賺那個材料費 而且你換的話 可能還要再貼隔熱紙 又是一筆錢 對 現場可以幫我們處理 可以 掌聲 我們直接看看 怎麼處理 我們要先打一個洞對不對 對 我就模擬 在高速公路被石頭打到的那種狀況 好 對 大概 你大概會打在哪裡 我打這個區域好了 是什麼原理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是沒有裂 一般打到是這樣子 如果再打 這就是有裂了 真的耶 這樣就裂了 這個裂放射狀的 如果你不理它 風壓 震動 溫差那些 很有可能讓它會繼續再裂 對 就是很危險 對 像已經有裂縫了 它已經是開了 不理它 它會繼續 很多有這種 超神奇不元素 佛心架令人驚訝 我們都是固定一千 這麼便宜 所以一個洞一千 還是處理一次一千 通常只會有一個洞 一個洞 如果它被彈孔這樣射出來 人還會這樣 所以會先扣起來 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彈孔 我們要先打一個洞對不對 對 我就模擬 在高速溫度被石頭打到的那種狀況 原理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是沒有裂 一般打到是這樣子 如果再打 這就是有裂了 真的耶 這樣就裂了 這個裂放射狀的 如果妳不理它 風壓 震動 溫差那些 很有可能它會繼續再裂 對 超危險 對 像已經有裂縫了 它已經是開了 不理它 它會繼續裂 很多有這種小狀況 它現在這一套 也是美國買的嗎 對 貴不貴 相當貴 相當貴 專業 看起來不貴 但是專業的就是貴 專業 現在這是在幹嘛 我先把裂縫的空氣給吸出來 空氣吸出來 對 吸真空之後 洪吸原理或者是 讓它修補器 讓它補到每一個裂縫的最底 它就不會再裂了 你現在講的都是真的嗎 真的 為什麼 我怕 便利套款 感覺好像很費工 便利套框 吸完 吸完之後它會恢復光滑的樣子 我後續還要做一些動作 所以是先把空氣吸出來 對 然後再填補 填補之後 都填補完之後 再照紫外線燈 因為這個材料是靠紫外線 才會硬化 這樣的費用你怎麼收 我們都是固定一千 這麼便宜 一個洞一千還是 處理一次一千 通常只會有一個洞 一個洞 如果它被彈孔這樣射 射窗 人還厚著 所以會先坐起來 怎麼會無緣無故有彈孔 等一下一千也太驚人了吧 對啊 我之前花一兩萬 一千換來了 可能就是超過好幾個年 有可能 有可能 要換下去不得了 而且玻璃不要拆也比較好 原裝的一定是最密合 你拆過之後這個膠 再上去都不會像原裝的這麼密 風險聲音都會有 所以我的車現在還是有危險就對了 不會有危險 就是 密合度沒那麼好 對 所以開車的時候有風的聲音 對 風也太大了 怎麼一直有颱風天的感覺 還在面具 因為它玻璃會死 接下來的步驟我們要等 對 要等 等我反覆的把它吸真空之後 再來填補 好 我們先介紹下一位 鍋具達人美玉潔 來 我們在這個鍋碗頭 我剛剛有看到那一照片 很困擾 放在豆花垃圾桶裡面 媽媽們都會很困擾這件事 對 非常困擾 而且我是直到上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 才發現我家的有一個鍋子 是不能用柴瓜布刷的 你刷會破壞那個鍋子的塗層 對 我說 這樣子 這個會上嗎 就悲劇了 知道了 這是我們書稱的GG GG GG 所以不同材質的鍋子 要用不同的刷具跟方法 最常見的應該就是煮Overuse 煮過頭的 對 就是黑料了 我以為就是過年 今年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年輕媳婦 都會去買一些那種 有的沒有漂亮那種鍋具 愛心的那一種 對 粉紅色的或什麼的 玫瑰花的 然後他們也比較不容易燒焦 但是我過年的時候 我就用我婆婆的 因為過年大家聚在一起 我就拿了一個鍋子 我只不過煮了一個湯而已 那鍋子就給我整個都燒焦了 整個黑掉 不行 那個鍋子就是那種 傳統的那種切鍋子 從此之後婆婆叫妳 金氏媳婦 金氏 我覺得她心裡 會跟她冒冷汗 後來我就焦掉了 我就想說焦掉頂多 就是刷一刷 就沒有我婆婆 直接把那鍋子整個丟掉了 我說媽 妳為什麼把那個鍋子丟掉了 因為妳用過了 我就不想用了 我把她心裡的話講出來 她就跟我說妳這個東西 妳這樣子既然已經焦掉了 妳這樣刷其實也很浪費時間 不如乾脆丟掉換新的 我就覺得好內疚喔 那妳有買新的給她嗎 當然沒有 妳怎麼會聽不懂她的暗示 對啊 暗示 妳媳婦怎麼當她 對 這個時候怎麼樣 姑姑再來一句 你Game Over 過年紅包包的一點 但是我有自己上網 找了一些很多很有趣的小東西 就是刷鍋子的 比如說像是那種 就是剛才那個 你們有分享說有些鍋子 不能用鋼刷 或是可以關鍋刷 對 這個是矽膠的 你知道我覺得 這太厲害了是不是 很療癒 對 它整個是矽膠的 對 很舒服 這樣也拿來洗身體吧 好像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去腳趾什麼也可以 淋巴什麼 乾脆今天洗洗衣機也可以 好不好 洗衣機 洗衣機 因為它是矽膠的 所以它整個上面 都是已經是毛了 等於說你摸過的地方 它都把它洗乾淨了 還可以拿去消毒 因為有一些那種塑膠手套 你拿東西這樣刷刷刷了之後 你晾乾它會這樣黏在一起 要不然會發霉 會臭臭的 這種矽膠的 你就可以拿去消毒 其實也沒關係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 如果你的鍋子 就是不是那種不沾鍋 它是可以用那種 比較硬的東西刷的話 還有這種就是來自於德國 它叫做魔術造刷 它其實粉紅色的這個上面 它是一種很特殊的粉末 它這個上面是那種鋼絲絨 所以你其實刷鍋子 它比較不容易刷出那種刷痕 對 可是它可以刷得非常乾淨 它不僅是刷 就是鍋子 連家裡的一些 就是那種水龍頭的水痕 水刺 對 它都可以刷得很乾淨 就是一刷上去 它就立即發亮 它有需要再另外加洗碗精嗎 不需要 因為它本身上面這個就是造粉 粉紅色這個 而且平均一個才10塊左右 然後你就是刷到它粉紅色的 不見了 這一塊就可以丟掉了 乾淨 美玉姐 對 妳那笑容一副不以為人那樣 美玉姐 妳沒有用這些 年輕人很喜歡的玩意兒 當然這些配件 妳不需要這些配件 那錢把它刷掉好嗎 刷掉 我們可以買個口紅 氣墊粉餅什麼的 也不錯 它為妳好 對 妳有更好的招數 就是不要花任何的錢 然後我們就是用一個小訣竅 就可以把鍋子給恢復原狀 恢復原本的 亮晶晶的 很漂亮的鍋子 這是關鍵的 遇到鍋具 燒灰搭 該怎麼辦呢 就讓美玉姐來親自示範 一般就是最怕油 醬油 糖 然後去燒焦 對 不小心放了 離開了 沒顧好 很容易丟鍋 去接個電話 或者是說想個心事來著 想個心事 然後醬油下了 來 糖 很可怕 就會黏在上面 好容易燒焦 對 然後冒煙了 剛開始會有香味 接著就有焦味 好香喔 然後後面就是巴在一起了 對 對 這很多家人都會發生 剛剛佩佩講了說 它鍋子 連外圍都燒焦了 對 就是火開太大 可能潑溜了 其實我們的火盡量就往內縮 已經 這夠燙嗎 有 還是潑那個師傅看 他會不會反應 看他評論真的 那一千塊也太難賺了吧 對啊 面膜 我們潑說 你有沒有再注意一點 焦糖面膜嗎 他在忙補那個 不要分心... 這一千塊也不好賺 一般這個溫度就是很高了 冒煙了 對 差不多已經要關了程度 我們就是把它關了 已經扒了 扒在一起了 我們發現以後就是不要緊張 一般我們就是說 會第一個動作會緊張 會緊張 嚇死我 馬上就拿去沖涼水 這個時候可能鍋子會 造成一個傷害 就是可能會撲骨 我們台語叫撲骨就是 熱脹冷縮 這樣嗎 現場的 走衫了 跟身材一樣 走衫了 就整個會變形 那這個鍋子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要報廢了 沒得救 這個時候 媽媽的情緒已經要到費典了 很高漲 對 動不動 下一步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罵老公 建設登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 水 白開水 水 然後對 什麼很好用 家裡的那個擦手紙有沒有 廚房餐巾紙 比較粗一點 廚房巾紙 擦手紙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鋪在這個 燒焦的鍋底 蓋上去 蓋上去 等一下它可以擋一些煙 因為現在鍋底就是很燙很熱 好 這是熱水嗎 一般的水龍頭的自來水 好 好 這是一定要立即趕快處理 要給它們 鍋子趁著就是它有餘溫的時候 來整理 是最好整理 就讓你更輕鬆 來 我們就是說 整理這個鍋子可以就是說 也可以走那種氣質路線 就不用在那邊這樣 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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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對 氣質的 一般情緒已經高漲的婦女 有可能 過不得形象了 用穿金紙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說 也不要說去沾到我們的手 弄髒我們的玉手有沒有 因為已經做好保養了 好 來 我們就用這個煎熄 來 拖著這個餐巾子 輕鬆的撐著這個餘溫 鍋子的餘溫 這樣繞幾圈 你會發現剛剛扒著那個 醬油跟糖 你看看... 太神奇了 這麼簡單 為什麼用餐巾子這樣 怎麼就擦起來了 以為會很困難要用沒刷 對啊 這個是一個小撇步 一個小嘗試的分享 就是溫度 善用溫度 他最喜歡那種 溫溫熱熱的溫度 那鍋子就覺得很舒服 就像我們洗熱水澡 沖的當下 我們是覺得舒服的 那鍋子也會有感受 對 因為我們確實通常 燒焦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拿到 沖冷卻 加一點洗碗筋 然後加水讓它泡著 對 其實這是不對的 是 那又很浪費你的體力 對 把體力留著 可以修理老公 不是 不是 我們把這個 髒的水我們把它給倒掉 好 各位觀眾 見證奇蹟的時刻來了 給大家看一看 很厲害喔 熊師傅可以嗎 厲害... 叫媽媽 同理 洗衣機這也可以加熱 洗衣機旁邊加熱 更好清洗 這樣這個鍋子就不用 就是外送送洗了 免費就我們自己洗 而且就是用稍稍的水 還有幾張池 媳婦如果可以這樣做 媽媽在旁邊 好厲害喔 學起來 對 厲害 這樣多美好 是 聽說鍋子也有分好壞 姐姐如果我們看鍋子好壞 它是有編號去編它的對不對 是 你知道買鍋具的時候嗎 你要看編號然後才能分辨得出 這個鍋子好和不好 對 聽說鍋子也有分好壞對不對 如果我們看鍋子好壞 它是有編號去編它的對不對 是 你知道買鍋具的時候嗎 你要看編號然後才能分辨得出 這個鍋子好和不好 對 編號在哪裡 什麼編號 對 一般我們像 舉例來講 像不鏽鋼的鍋子 它的編號就有 比如說 我們常聽到的304 對 316 有的人會以為說 是不是4開的 姐姐我第一次聽到 我哪來什麼常聽到 316下面是 媽媽媽 真的好厲害 新的 媽媽好厲害 然後釋放毒素 那個數字不一樣 它釋放毒素的可能性越小 像我小孩子的東西 我全部都只買304 食用級的 什麼 我都不知道 對 真的嗎 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學到 是今天第一次知道編號這件事 我是第一次聽到 媽媽的那種迷思 有一個想法說 那是不是編號越高 甚至高到了430 對 他們會覺得說 那430不是更好嗎 那其實最適合做這個餐具的 其實我們選擇316就可以 316它的那個金屬的比例就是 個跟鎮的比例就是最完美的 它是真正 對 食品醫療級的當值 那有438這個號碼 430 430 對 我跟本人是438 不是 430 因為它是1600合彩 這個名牌436 430 但是430的這個鋼紙 它的用途大部分都是 是用在做那種儲具 或者是像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洗衣機 那個內檔 洗碗機的內檔 那個都適合用430 那鍋子的話就 我們可以選購 我們是建議就是 316 316即可 就是很標準 很不錯 那我們現在有了解以後 那第二個 我們就是可以去挑 鍋子 好的鍋子的話 會有一個厚度 會比薄的 輕的 好用 它的烹煮的穩定度 會更好 更優 怎麼看 煮蒜的料理會更好吃嗎 對 好 像我這裡 我今天有帶來 像這個是屬於厚的 對 一般家庭都會有的 厚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你的預算夠 我們就是可以去投資好的鍋子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你光聽聲音就不一樣 你聽 很紮實的 不是那種一敲就這樣 很薄脆的那個太薄 這種樣子 這相對比較貴是不是 相對的也是 不是很便宜 對 對 當然建州你沒問題 美玉姐有一些 有一些 幫助你問 幫助你問 美玉姐 你媽媽 那樣 有些 鍋子它裡面有塗那個陶瓷 那個號碼 陶瓷的話 就是 陶瓷鍋就是 我剛剛養的這一個 陶瓷鍋 對 因為它的成分 就是有好幾次種的那種 礦物性的成分 很珍貴的 像石鷹 魚母 這些很珍貴的礦石 所以它也是非常 對人體健康是很好的 也是一個選擇 可以用得長長久久 畢竟你東西要吃到肚子裡去 安心 一家人的健康 對 尤其你 歷經了食安風暴以後 一般媽媽更注重這個 安全問題 所以 對 值得投資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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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直接到 來看玻璃 為了一千塊 一直蹲在這的時候 好可憐 你覺得OK了嗎 OK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來 剛剛那個點 找不到剛剛那個點 你是不是換了一個柏列 這個點是我們 這是我們第一次敲的時候 沒有敲列的 對 在附近 在哪裡 在哪裡 通常車主可能知道在哪裡 但是一般人不容易發現在哪裡 可以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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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只有一點點小痕跡 還是會有點痕跡 但是... 我的天啊 只有這樣對照就好了 對 你看 原本這個是比這個明顯 現在這個比這個還明顯 這樣子 好厲害喔 太棒了 好強喔 一千塊 二千七了 五百 就這麼多了 一千 你給他五千 一千已經很便宜了 這真的很誇張 真的耶 好厲害喔 這不會列的 我們是永久保固 永久保固 怎麼開都不會列 車子賣來再給保固 單給下一位就可以 給他掌聲鼓勵 二十年來沒有漲價 對啊 它這個一千塊補下去 換來的 你可能不用換整面嗎 真的 省了好幾個零 進口之後都兩三萬幾條 最少 留電話 對啊 而且不要拆是最好的 密合度最棒 今天我們介紹的達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需求 對 我們要把你們的聯絡方式 不告訴大家 因為他應該會爆滿 你們準備好了 一定會 已經準備好 像現場我們應該 很多人要開始預約了 我已經簽約了 簽約了 約了... 可是接單你們現在 已經排到多久了 我們已經還滿多 兩個禮拜裡面 應該還滿多 兩個禮拜 不會 聽說已經到五月了 五月 因為他一個人 那美玉姐 我生死有空 我怎麼問到 失禮的問題 沒一點 因為他是老師級的 對 今天也分享了很多 就是生活上面要注意的事情 花小小的錢 可以生活帶來非常巨大的便利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謝謝所有達人 謝謝 謝謝